那等一下是我們明星科技大學機械系的黃信星 黃老師要跟我們分享他的小提琴機器人 那這一台是我在新竹這次的中小學科展上面發現的一個很好玩的一個 就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一個作品 對他在等一下戶外都會有定時的演出 那我等一下也有請同學也要現場演奏 沒有啦 那會有定時的演出 那有興趣的那個大小朋友啊 你們都可以到戶外那邊去觀賞看 那我們現在就是請黃老師為我們來進行這個18分鐘的短講 我們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我演講通常不需要18分鐘 10分鐘就夠了 不過為了讓時間多拉長一點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短片 可以一邊跟大家介紹 我這個題目呢 小提琴機器人 但是我把它加了五個字 創意 與實現 因為任何創意沒有實現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想把這當作一個案例跟大家介紹 我在今天的講題裡面會想說 我怎麼產生我這個創意 然後我怎麼定地目標還有方法 他怎麼把它實現出來 我覺得 會不會在場如果有年輕的朋友在的話 可以看到 事實上成建立一個好像有點複雜的機器人 經過的過程 會把它變成非常多一件的時間 所以我看望 尤其是有這麼小的朋友在的話會更好 所以你從小就可以能量起來 然後開放他你都變成真正的科學家 在我的獎金裡面 我先介紹一下拉小提琴 不過這個我覺得 事實上一波真的會拉小提琴 他是我的學生 我請大家幫我做一個model 然後拿一個小提琴在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右手拿了這支 一把弓 弓在琴弦上面摩擦 造成震動 會產生聲音出來 那他的左手這個地方會產生一個暗鈴 暗在弦上面產生音階的變化 所以這兩手的配合 可以產生聲音 就很多美妙才會變 小提琴本身是一個很優美的一個藝術女 可是藉由她的動作 一個很高深的技巧 可以把一個藝術真正展現出來 小提琴套生是樂器字 所以我想很多小提琴在場的兩個部分 拉小提琴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怕十個人裡面 一個會拉小提琴就不容易 現在實在不一樣 現在很多很多都會 那我在研究這一點的時候 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從小就有機會拉到小提琴 就在想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機器人 那我第一個做法就是 我在這地方研究一下 他的右手 他是用來做揮弓 把一把弓在那裡運動 他有很多的控制 就是他長度 幅度 他的力量要喚醒 那他的 另外一隻手 左手的地方呢 會控制按閒 那他有控制音準 音不準的話 就有走音就很難聽了 他都會改變音色 所以在我建立的時候呢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小提琴機器人 要像女人畫一個很像人類一樣的機器人呢 還是用機器畫 為什麼我說女人畫跟機器畫有什麼差別呢 女人畫那他手指頭要跟人類手指頭一樣 只有四個手指頭 可是小提琴的音階非常多 你用個四個手指頭 來按到那麼多個音階的話 是非常複雜的 經費也很貴 我也沒辦法克服那一點 這是我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 這是我的考慮到目標 我們在做一個創業的時候 你創業可以無限的遙遠 只是你目標一定要有限 目標先把它定的小一點 慢慢再把它擴大起來 這是我在這個地方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如果我當時就做一個很大的目標 不到今天已經十年了 可能還做不出來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目標一定要明確簡單 在依序監禁上 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後來我決定了 我不要你畫 我機械畫 機械畫讓我的機器人可以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看 我在研究的時候 我先研究一下 國外是不是有這些機器人 那如果已經有的話 我做就沒有意義了 可是在我那個時代大概是十年前 事實上這些 大部分都還沒出現 這台有出現 那是在格蘭 有一個自民中國物館 那裡有一台 展現了一個自動拉小微型的機器 彰琴跟機器 跟小微型 它有四把小微型在裡面 不斷地旋轉 上面有很多按鍵 這個不錯 可是它沒有辦法 真的拉出很棒的音樂曲出來 它可以像是咒音曲一樣 但不是不要的 那我過了幾年以後 我在研究 又發現 美國有一個音樂公司 也做了一個 它有把公司 可以在上面運動 可是這個 這把公司 就是做作樣子 它就不是氣動的原理 讓弦來爭論 所以它不是真的拉小的一些 後來呢 我又發現日本也有人在做相同的東西 這個機器人 就是後來工田機器人的 圓形 各位一定有看過這台機器人 這台機器人很有名 在2008年 2010年在大陸有做過 它的圓形長這個樣子 它的圓形呢 用一個非常複雜的 仿人類的手來拿 我們叫做七個自由步 那個機器人呢 光是那隻手臂 就大概四五百萬 那我只有四五十萬 我恐怕有變 我困難做到這一點 那再來呢 這裡還沒有手指頭 這個手指頭 用人類的手指頭上去 它絕對沒辦法拉到很複雜的圈子 所以 當我們真正看到這台手 大家被它驚訝到的是它的形狀 就是它演奏的能力 它如果有一點演奏到跟人類一樣的時候 我們 我這輩子我只會再碰巧飛行 因為我整體演奏不過它 目前還好 這台小的機器人呢 它是有外形 它演奏得很漂亮 很好聽 但是以慢曲不足 我想要克服的是 我要真正的能夠仿造人類 演奏出類似的爹曲努力 那我怎麼做的呢 首先我先對小滴晶的迎接座的一點分析 小滴晶上面有四條弦 有沒有人說是六條弦 在場大陸都是高手 沒有六天 小滴晶就是四條弦 六條弦的可能是吉他 那四條弦裡面呢 這裡面 按的原點就是它的音階的位置 比如說在第一個位置 在這個地方 這叫做 正好八個音階 這就是一個發音笔 這發音笔呢 如果我可以把它編號的話 那就代表說我可以開始編碼 可以未來很方便我寫程式 但是這只有八個啊 如果我再把它複雜的話 各位 小滴晶整個的請 全部都在這裡面 當然還得再更高一點 那這裡我並沒有做過八簡化 我做十八個手指頭 用十八個手指頭去代替四個手指頭 可是我的控制簡易的非常多 這是第一個我做的簡化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一看 請聽聽看這個音樂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拉了三個音 這三個音呢 都是純音 請再看下一個 聽得到差別嗎 聽得到差別嗎 聽不到差別了 恐怕要再練習一次了 有那麼不一樣 OK好 我很在真的在裡面 這是我自己拉的 這個叫做柔音 我想要塑造的是一個不同的音色 柔音可以讓它音色變得好聽 我為什麼要顯示出這個圖出來呢 因為我們要善用工具 當你要做一個好的作品的時候 你要等著很多很多的工具 還有學習 小天機器人不是一個玩具 它是一個真正的學問在裡面 我用的是叫做音頻分析 那這個分析呢 我用很多複雜的麥克風 還有頻譜分析儀 請看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個單一的頻率 除音 如果是柔音的話 它的頻率是比較寬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基礎 可是藉由這基礎 我可以訓練我的學生去做造出這個機構 請看 這就是我設計的機構 你看看 這上面呢 我按了18個氣壓缸 所以我就可以接在四個軸子 然後我簡單看這裡有一個機構 我看到它左右運動 就是這個東西 就這樣很簡單的機構出來 一方面會 我自己也是機械系的 所以我對機構設計 很有一點概念 但是 那條塑膠的東西出來 我們發了很多的心情 真正在做出來說 不一定要講這個樣子 但概念出來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案件機構上面設計 再過來 我要拿工 事實上被拉小提琴都知道 拿工有很多技巧 它可以跳工 黑工啊 一大隊拋工什麼的 但是 我把它簡化 我只做長短工 所以請看這個 我用了一個攝影機 拍攝了工在弦上面的運動 所以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四條弦 所以有四條軌跡 這四條軌跡 這四條軌跡讓我的小音機 現在踩進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要讓工可以運動 所以我們來換工來看 換一下 換一下 你要做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 要動量 你要怎麼控制它 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做了一個逆向式 我不要去換 我換的是 旋轉 我當小提琴的身體在旋轉 小提琴身體旋轉的時候 我就不用去換工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逆向思考的方法 所以我簡化了我的設計 我只要一直在這條直線上面 這一條直線 一直在運動 我也可以上下運動 我還做扭力控制 所以我簡化我的設計 最後呢 就形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第一代做的 大概在2006年做成功 一瞬間也只有八年前 對 可是那時候做得很糟糕 因為它只會拉小蜜蜂 在這裡 在這裡 沒有到嗎 可是在那時候 我居然去參加比賽 拿到第二名的成績 因為第一個 創業 當全部人都沒有出現 甚至連國外都還沒有展現的時候 創業就得到了過敏 可是我總想要改進它 所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進 第一個 我想把它縮小 剛剛那台機台好大一台 我把它縮小成這個樣子 縮小以後整個比較緊密 或以後比較方便搬運 再來 我做一個關節型的 這樣的話呢 它操縱會更靈活一點 然後呢 我又做第三個改進 我放了一隻機械手背在上面 最後 我還做一個自走型的 這些呢 最後不完全做出來了 但是做了很多的設計 然後我還做了幾個重點 我在按弦的時候 我發現怎麼出來 哼哼哼的聲音 因為按弦是超級嘛 那我就要想辦法 讓它聲音小掉了 所以我做了很多材質的變化 我選了很多不同的材料 最後我選到一個最好的材料 包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那這材料很簡單 只是一個像米店 就是一門窗戶的細密店 一個大概一毛錢的東西 解決如果之前花了還開模 做四個的話 花了好幾百塊錢 好幾千塊 最後一毛錢就搞定 這材料隨手感的 但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 我發現我在小弟弟在幻動的時候 會震動 這個震動會產生雜音 那我就 裝了一個很簡單的主題片 還是剛剛一樣的像米店 結果我的震動呢 就沒有了 對 這些苦惑的讓我的小弟弟 真的變得不一樣 各位 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到我的台會上 看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現在可以拉到什麼 剛剛還記得剛剛的小蜜蜂嗎 小蜜蜂不夠看 我要拉大黃蜂 我們來看看 這就是大黃蜂 還有幾百塊錢 有空的大黃蜂 我沒有了 這就是大黃蜂不夠看 你已經快焦了 對 還有 還有 這個完成以後 我覺得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 接上去我想做的是 那我們現在成功的做了兩枚 機器人的合奏 這是卡龍 這是卡龍 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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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AN VIDEO S down 的ila 片方 是 是 的 是 說短短的卡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這個是我的學生 她在外面 非常害羞 现在我慢慢的已经开始做成乐团了 所以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东西 这是我未来想要进行的 从用六轴机器的人 再到比较复杂的机器人 到最后到当地形 所以我希望未来我可以做个乐团就好 我大概会有一个乐团 大概里面有好几只小离型 小间中离型、大离型 希望未来你们才看到 不是我一个人站在这里 因为是一群机器人乐团 来为你们演奏 你们想听什么 呃... 里巴迪 哈哈 那个... 这是我去年 我的学生们他们去参加 像他们去花名展 或是像那个... 资讯乐 现在花博里面 都是有去沾展过 最后我有一个结语 我认为 事实上 归纳那么多报告的内容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意一定要在10座 我非常在这些人所讲的 创意 没有10座你是做不出来的 你不可能坐在家里 掉一个创意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靠10座追悟的 在10座中 固然哪一个灵感 这就是创意出现 各位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设备 都是自动化的 可是如果不是我在10座中 我不会有创意 所以10座 你想我特别把它放大一点点 想要有10座的重要性 很有实现的创意 那是很想的 你创意再多在脑海里 你没有把它实现出来 你有用 所以像 《奥克内部》的时候 是很棒的 是一个 要真正的把它实现出来 实现创意的步骤有四个 你的目标不要太泡高霧远 泡高霧远 泡高霧远你永远做不完 所以要合理合行 然后要充分使用工具和知识 不断的观察 记录分析 最后 改良 再改良 这都是我做的 我现在还在改良之中 我犯了有一天 我的机器人 可以拉出 真正人类的情况 不过到那时候 的话又要再跑几年以后 不过我想 只要不断改良 所以今天的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